世界各国积极防疫AI功不可没 中国研发了第一座的语音电梯 民众想要去几楼 直接用说的不用用手去按按钮 大大的降低感染的机会 还有送餐机器人会自己搭电梯 将餐点从餐厅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避免人际交流 小一小一 下楼 不时触碰按钮 只要说句话就能到自己想去的楼层 开关门也靠声控 全程跟电梯临接触 疫情当前 中国这座语音电梯 大大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不像以前只能用牙签 虽然成本低 用完就丢不心疼 但牙签也可能占到飞沫 如果没洗手 还是难达防疫目的 这款送餐机器人也是防疫胜利军 顾客只要用APP点餐 餐厅业者就会将做好的餐点放在机器人上 让他开始送餐 抵达目的地后 顾客再出来取餐 这样就能避免人跟人接触 图尼西亚也认真防疫 首都图尼斯街头出现许多机器警察 主动拦查疑似违反禁组令的民众 要求对方出示证件 被拦查的人必须将证件对准机器警察的摄影机 经过人工圆端确认后才能放行 南韩则是引进AI监控呼叫系统 追踪居家隔离的民众 这套系统会主动拨电话给监控对象 确认他们是不是有发烧 咳嗽等症状 还会配合不同族群改变问题 节省不少人力 百高科技所似 全球防疫变得更有效率 万贵变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